我们知道锻炼是对抗肌肉 骨骼和器官衰老的有效武器 但对我们的皮肤呢 皮肤衰老显著改善的研究终于探讨了这一联系 但锻炼的类型很重要 因此在这个视频中 我将解析研究结果 并揭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最大化锻炼的好处 如果你想要每周的健康研究总结 和我与患者分享的健康策略 请通过固定评论中的链接注册 科学家们已经知道 定期锻炼可以减缓 甚至逆转与年龄相关的衰退 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上看到这一点 比如肌肉量的减少被逆转 甚至提高我们的锻炼能力 但它也在细胞层面上起作用 在这里 衰老的标志是细胞效率降低 随着细胞的磨损 锻炼可以帮助恢复部分功能 但我们刚开始探索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即锻炼对皮肤的影响 这很重要 因为皮肤是衰老最明显的地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肤逐渐失去水分 弹性和紧致度 它的质地变化 肤色变得更加不均匀 这些变化部分是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的 例如 阳光照射是皮肤衰老的强大驱动因素 但这些变化也与细胞层面上展开的过程有关 因此 皮肤质量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弹性蛋白和胶原蛋白 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结构和弹性 随着皮肤细胞的衰老 它们产生这些必须蛋白的能力减少 这就是我在微维生素加中添加胶原蛋白态的主要原因 研究始终表明 它们能够促进我们皮肤中的胶原蛋白生产 但我服用补充剂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这样做 除了我们细胞内部的变化 它们所经历的环境也在变化 细胞受到氧化物的轰击和损伤 这些高度反应性的分子是细胞过程的正常副产品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抵抗它们的系统会变得更弱 那么问题来了 锻炼如何影响皮肤质量 如厚度 胶原蛋白含量 弹性和水分等指标 第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研究 是在2015年发布的 我们将逐步介绍直到本视频的重点新研究 2015年的研究者观察了两组人的皮肤 一组是习惯性活跃的 每周进行超过4小时的高强度有氧运动 另一组相对不活跃 通常每周锻炼不到一个小时 这两组人包括不同年龄段的人 他们想看看是否有任何差异 与典型活动水平相关 他们发现 活跃组的人皮肤外层更加薄 而与此同时 外层下方的层 在老年人中并没有像不活跃者那样显著变薄 这第一部分可能听起来有些消极 薄皮肤不是坏事吗 确实 较厚的皮肤与年轻 健康的外观相关 但这里我们只是在谈论最外层 这是一层非常薄的死皮 像砖块一样紧密堆叠 它不断更新 旧的砖块被移除 新的砖块被添加 它作为环境与皮肤下方之间的重要屏障 在这里 厚度通常是细胞更新速度较慢的结果 可能会显得暗淡粗糙 所以我们看到运动可以使皮肤更健康 功能更像年轻的皮肤 但这只是对两个群体的观察 告诉我们关于相关性的情况 因此 研究人员想确保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 运动是否导致了皮肤结构的差异 为了找出答案 他们招募了一组老年不活跃成人 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运动计划 完成该计划的人的皮肤外层变薄 符合研究人员在活跃成人中观察到的情况 他们还观察到胶原蛋白含量增加 和线粒体健康改善的迹象 因此 运动似乎确实引起了变化 但研究人员还有进一步的问题 这里的机制是什么 换句话说 运动与他们观察到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他们的关注点转向了线粒体 以往的研究表明线粒体是衰老的重要调节因子 他们推测 增强线粒体健康也会改善皮肤健康 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研究 他们发现运动确实似乎刺激了皮肤细胞的线粒体健康 不仅仅是肌肉 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他们猜测 这与血液中的某种物质有关 一些额外的分析 帮助他们缩小了范围 它是白细胞介素食物 一种在体内充当信使的蛋白质 它由骨骼肌产生 运动时其水平会增加 因此 研究人员在小鼠身上进行了系列测试 以确认发生了什么 最终 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 运动促进白细胞介素食物的产生 而白细胞介素食物 则传递到维持皮肤结构的皮肤细胞 增强线粒体功能 这反过来 有助于rejuvenate皮肤细胞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 提供了运动可以改善皮肤健康 和对抗衰老迹象的首次直接证据 但也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例如 皮肤的水分呢 运动也能帮助吗 2023年发布的研究探讨了此问题 研究人员测试了一组运动八周的人的皮肤水分 并与为运动的组进行了比较 运动组似乎皮肤水分有所改善 一项更近期的研究 也注意到更多运动与改善皮肤水分之间的联系 但另一个问题是 运动的类型呢 在我们查看的第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专注于有氧运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他们发现运动刺激了白细胞 介素15的释放 这种物质在血液中循环 但我们知道 不同类型的运动会导致 血液中循环的因素组合不同 那么 哪种运动对皮肤健康更好呢 这引出了我想在这个视频中重点讨论的新研究 这项研究包括60名不活跃的中年女性 这些女性被随即分配到有氧训练或抗组训练组 两个组每周锻炼两次 持续16周 在教练的监督下进行 有氧组骑固定自行车 而抗组组使用重量器械 在研究前后 研究人员收集了多种数据 他们观察了参与者的身体变化 体能水平和皮肤 他们测量了皮肤的弹性 真皮厚度和结构 他们还采集了血液 以查看不同类型的运动 导致哪些因素在循环 那么 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 我们来谈谈皮肤的变化 这是一个图表 显示了16周锻炼计划前后 皮肤弹性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 两个锻炼组的改善程度相似 皮肤中层的结构 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两个组都看到了显著的改善 但有趣的是 当他们测量皮肤中层的厚度时 结果却不同 结果是不同的 有氧训练没有影响 但抗组训练增加了厚度 那么我们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如果我们想要年轻的皮肤 是否应该坚持抗组训练 嗯 可能不是 稍后我会解释 但首先 让我们简要看看研究的另一部分 机制 在研究开始之前 他们假设不同的运动方式 会导致皮肤的不同变化 结果证明 他们是对的 他们之所以这样预期 是因为每种运动类型 都会改变血液中的成分 研究结束后 他们能够确定 为什么抗组训练特别导致真皮层变厚 关键机制是 抗组训练减少了血液中的某些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抑制糖链 而糖链对调节胶原蛋白形成 和真皮厚度至关重要 因此 抗组训练最终促进了糖链的增加 并促进了皮肤变厚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 有氧运动还增加了抗组训练 没有提升的某些血液因素 其中之一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白细胞借素食物 那么这里是重要的要点 首先 我们有更多理由 将锻炼作为健康的优先事项 锻炼有多种好处 包括心脏健康 体重管理和情绪提升 而研究还发现了新的好处 它们对抗皮肤衰老的迹象 但不同类型的锻炼产生不同的效果 具体来说 抗组训练在增加真皮层厚度方面 似乎更具优势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有氧运动 我们看到 它在蓄液循环中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因此 最聪明的方法是结合两者 但锻炼并不是唯一一个新星证据显示 对皮肤衰老标志有显著影响的领域 另一个与光有关 那么 你见过那些红光面膜的广告吗 我曾经非常怀疑 但我深入研究了相关文献 并发现了一些惊喜 请观看下一个视频 了解这些面膜的有效性